新北市新庄区昨晚发生65岁女性男子违规穿越中正路中央分隔岛,结果被车撞之后送医不治,疑似肇事的一辆汽车和一辆机车皆变称是对方撞到人,警方调查结果初步认定是机车先撞上再被汽车撵过。 当时女性男子后脑撞出15公分撕裂伤,满地险血到院前已无生命迹象,47岁姚姓机车骑士向警方声称,当时骑在内线车道,看到老伯紧急刹车自摔,后方汽车又撞到他的机车,不确定自己有没有撞到老伯。 47岁姚姓汽车驾驶则则强调,老伯自己违规穿越马路,是机车撞到他,我当时离机车很近,所以闪避不及撞到机车,我有行车记录器可以看。 47. 但是警方无法开启攀南的行车记录器,调跃到后方车辆的记录器初步还原车祸过程,发现是女性男子才一跨出中央分隔岛,先被摇南的机车撞到。 摇南驾驶的轿车在从后方脸过渝难,追撞赵氏机车,详细照则比例上需进一步见识分析,后车的行车记录器还原车祸过程,记者林昭彰翻设,分享车祸发生后,现场血迹斑斑,记者林昭彰翻设,分享。 攀信驾驶的车紧车头轻微受损,记者林昭彰翻设,分享。 车祸发生后,现场血迹斑斑,记者林昭彰翻设,分享。